我们太快乐 而且两个月 你就为我放弃你的一切 我觉得你做事太鲁莽 而且你也不考虑过我感受 这女生还怕承担不起是吧 对 我觉得我们没有心意 那你觉得咱们一直网恋下去 会长久吗 男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一直在追她是吧 对 辛苦吗 我觉得挺辛苦的 辛苦就放手吧 不想放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初恋啊 对 而且我感觉现在已经 把感情全都给她了 你会看她手机什么的吗 会 我每次看到手机的时候 确实发现一些问题了 什么问题 发现她就是 总是在第一时间 把那些信息全都给删除 而且不留任何痕迹 那就要什么 我觉得不正常这样 还有别的吗 有一次我发现 她申请了一个默默号 压了几个群 我进去一看 她在里面跟一些男的 聊得特别火热 经常约喝酒 约吃饭 我当时我就欺诈 我跟她解释过了 那不是我本人 是我同学 用我号申请的 我一遍一遍 跟你说 你有相信过我吗 她总是这样 小题大做的 我真的每天 跟她在一起 感觉就要被你逼疯似的 你老是说我玩弄你感情 其实并没有 刚开始我觉得你人 真挺好的 她说你玩弄她感情是吗 对 她经常说我玩弄她感情 其实并没有的 刚开始我觉得你挺不错 想和你继续走下去 可是后来呢 你看你对我做那些事情 她不停地打电话 发信息骚扰我 我觉得我这个精神 对我崩溃似的 而且她还去学校找我 读我 我是个学生 我为什么要承受 这么多的事情 你是觉得付出很多 所以不舍得 对吗 这个其实挺麻烦的 一段恋情走到 这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外人看得 已经很清楚了 谁是谁非 大概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何不让一段情感 伤害到曾经相爱的 那两个人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生我送你四个字 你是为爱痴狂 你放下一切 因为初恋 你那种为爱痴狂 其实很多女生会感动 如果她真的爱你 你到青岛 她会说哇 这是惊喜 不够爱你就是惊吓 拿了一件情侣衫 够爱你就是美好 不够爱你就是尴尬 对不起 我大胆预测 你旧情难忘 其实当你分手 我觉得她陪你度过 最难熬的时间 你知道一个女生 在空窗期 有人伸出援手 她会特别温暖 其实你的旧伤还没有痊愈 可是她又这么的积极 所以你就接受她 事实上你根本没有准备 好 要进入下一场恋爱 最创的 每个大胆预花 一定是 我 我